亦是防止炒賣的條款 在2023年1月1日就生效 如果有一個民業持有少於12個月 而你賣了它即時就當成生意收入 是大100%收入 而不是資本增值 我們的理解就是當我們買了民業 賺了10萬 有50%是最加稅的 但這個情況就不是了 如果你在12個月之內一年內賣了 它會立即當成營運收入 就當成生意收入 而沒有50%的稅務優惠 同一時間 你亦不可以把它當成主要 居所的fax 我們這個主要居所是 增值是完全免稅的 因為它定義了這個 是生意收入 當然就不可以是一個主要 居所 亦不可能用到這個稅務優惠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還要加一個貨楼稅 就是GST HST 就是在BC產 就是5%的盈利 所以有兩個稅 所以就是要小心 當然它有些 有些豁免的 例如你在家庭上出現問題 要離婚 或者你要搬屋 或者你有新的食譽 這些豁免可以去用 但是 它先把你當成生意收入 它先把你有罪 之後 你要自己生鎖 這個就是 以前一向都有 不過沒有這麼清晰 這樣就變了有很多灰色地帶 去遊玩家 現在它先把你當成有 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更新是很多的 但是我會選擇一些 比較大眾會接觸到更多的東西 當然 我的電話 Email 和Worksite 都可以隨時找到我 我可以多解答任何的稅務問題